大家好,欢迎来到白美老鹏 今天的话题是我们菜园里的秋菜 我们一般在七月底开始播种一些秋菜 这是我们七月二十九号播种的盆栽胡萝卜 胡萝卜是半难寒蔬菜 它的最低生存温度是零下三度左右 接胡萝卜肉供的最佳温度是13到20度 今年这个土栽的胡萝卜8月份的气温偏高 如果白天气温经常高于25度的话 它的生长素质就会非常缓慢 二的营养生长期是90到140天比较长 蒙特利亚地区一般10月底到11月初才能采收到胡萝卜 胡萝卜的特点是两年生的蔬菜 第一年营养生长期大概是90到140天 第二年春天的这个繁殖生长期是30到60天 我们家庭菜员可以直接去买种子 避开这个繁殖生长期的麻烦 这是我们七月二十九号播种的大萝卜 有这个红皮青皮和白皮大萝卜 季节分大萝卜分有五大类 加拿大最适合于种子是秋冬大萝卜 大萝卜的这个温度特性和胡萝卜很相似 首先这个大萝卜的叶子没有抗衡性 它需要适度经常浇水 其实大萝卜的营养生长期比较短 它只有60到90天 气温偏高的时候它会提前开发出来 这时候它下面的这个萝卜就会空心化 也特别小心 这时候我们菜底里的红皮大萝卜 30天后就开始漏肩 长得比胡萝卜快多了 大萝卜的叶子可以食用 而且很美味 即使吃掉一部分萝卜叶子 也可以起到剑苗作用 昨天对这个红皮大萝卜进行剑苗 萝卜漏剑以后 30天左右就可以完全成熟 剑苗出来的萝卜和上面的叶子都可以吃 这是有机萝卜 很好吃的 有机红皮萝卜 味道鲜美 你看你要照一下 然后这萝卜露出来以后 至少要30天它就完全长到 随乎 现在这个门市 一旦露间之后 这个长房 拿出来 拿一个大的 做大的好大的 嗯 做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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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片萝卜收获 这是芥苗收获 芥苗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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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芥苗收获 芥苗收获 建门以后估计10月初到中旬就可以全部采收上餐桌了 漏煎以后要及时浇一吃有机肥 这是我们菜园里 今天的白皮大萝卜和青皮大萝卜 大萝卜今年长得非常快 估计10月初就可以全部采收了 上海青它也是属于半耐寒的蔬菜 它的最适合温度是18到20度 这一块稍微密切点 可能会有点长不太粗的 它的最低生存温度是零下3度左右 在某种类地区9月份很合适 这是我们昨天刚移植到菜底的上海青 间距比较适合 上海青的这个生长周期只有3度左右 非常快 这是我们的盆栽铜蒿 高于29度低于12度 都会引起的铜蒿的生长不良 它的这个最佳生长温度是17到20度 它的这个最低生存温度是0度左右 这是我们这个盆栽东寒菜 8月初播种的 现在叶子必须要采收了 已经很成熟了 在谷内能安全沟通的话 这种菜可以一直长到明年的春天 我们胡来人爱吃 但是它特别需要浇水 它不喜欢这个长时间的光照 而且还要适度的追肥 它有很多这个保健功能 但它的属性偏寒 这种皮须子和孕妇一般要生用 雪梨红既能盆栽也可以土栽 雪梨红非常难寒 它的最低生存温度可以达到0下8度左右 这是我们菜底的这个土栽的雪梨红 它可以反复的采收 在姆特利地区可以一直吃到11月初 雪梨红怕高温了 如果温度长期高于25度 它生长就非常不利 乌他菜它非常耐寒 它可以忍受这个0下11度的这个低温 0下8度时还能够正常的生长 这是我们第二个菜底的乌他菜 乌笋的盆栽主要用来吃叶子 乌笋它能够忍耐0下5到0下6度的低温 这叫做柳叶乌笋 国内也叫油卖菜 有种说法这个柳叶乌笋 它仅仅是乌笋的近清 它并不是真正的乌笋 很有意思 这个乌笋的生长周期大概是90天左右 我们7月25号开始播种了 这是普通的这个宽叶乌笋 预计大概10月底左右 我们就可以吃到有机乌笋了 有趣的是这个柳叶乌笋的营养价值 远远高于普通的乌笋 而且还特别适合于在这个秋冬季种植 这个柳叶乌笋比普通乌笋 它的这个钙高两倍 铁高33% 锡高1.8倍 胡萝卜素高1.4倍 蛋白质含量高40% 可不得了得好 最后大白菜 我们去年大白菜被动物吃个精光 今年就种了六种碰到运气 大白菜的抗汉能力一般 它只能够忍耐零下三度左右的低温 它的这个生长周期是55天左右 希望今天我们大白菜能够最终忠诚正果 秋菜这个种植过程基本类似 它包括这个土地的番根 丝足这个有机积肥 这个莴笋和这个萝卜的这个最好追加这个草木灰作为积肥的一部分 最后可再用这个有机对肥图把这个菜苗扶正 一次以后要马上浇透一次水 一旁清香赏可好吃的萝卜叶菜就做好了 这个萝卜是红鲜的 下期见 下期见